各位晚安 Junior Action 軍事行動 是在2月最後一天的了 明天就是2月27號今天晚上展開 今天也是很有意思的 為什麼呢 就做很多事情 早上一早就去了余景新城那邊 就和居民排彈仗 關太和我那區的傳風中心的主任 和幾位義工長落的好朋友 魯平等等 和阿平姐有位 一起在余景新城那邊派彈仗 我就8點鐘鬆一點就到 他們就7點半做 短短2個小時的時間 派了有700張的雙周刊 反應相當不錯的了 以平均每15個人左右經過 就有一個人拿一張 那只是一個小時裏面的時間 就是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面 都有成 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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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三十五 有成一萬一千人經過 我就站在這裏 我當然要推介 講解一下那個雙周刊的內容 也都告訴大家 我很希望 我仍然都是努力這樣 爭取在我的那個政綱裏面 所講的東西 就是對這個 全灣區的自己本身社區的移容 市容 市容 的問題 是要做些功夫 全灣那個行人天橋系統 非常之好的 我站在這個 雨景新城 和 那個 傳風中心的交界的位置 你會看到 就是 如果你有機會走去那邊 如果你就會看到 否則你自己在那邊的區 當區的居民 更加留意得到 雨景新城是一個私人的發展商 做到那個行人天橋 相當美倫美換 走起來會覺得很光鮮 是不是 有裝修 幾月木的地方 相反走過來 傳風這邊是公家的地方 政府的建築物 但是 它簡單 都算整潔 但是 我覺得 我們的那個 行人天橋系統 可以優化 做得更漂亮 夠早前 我就說 希望將這個 這麼好的 行人天橋系統 再繼續這樣 伸展 令到 居民走起來 會清心 滿意 又安全 下雨又不怕凹水 另外 如果將那個 公家的天橋部分 也都優化 成為一個 有藝術的氣氛的一個走廊 或者一個時間廊 由某點開始一路走的時候 沿途可以看到 歷史的時段 歷史的大事 有圖片 有文章 也都有時間線顯示出來 一路走的時候 就好像是一個時光隧道那樣 就參與和重溫 應該說 重溫歷史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 是挺好的 我會繼續爭取 另外 我就很想 做好區內的交通問題 因為去到這個 鹿陽新村那邊的 泊車處 備車處的地方 很多居民在那裡 上車 等巴士上車 但是那條路 往往一些巴士一起到的時候 就會 全部閃到 又有小巴 又有巴士 又有私家車 又有的士一起上落 那個道路的交通情況 就不是那麼理想 我也都希望在那裡 會做多丁那麼多事 我的雙周刊 也都跟大家匯報一下 在議會內 議會外的工作 所以這個早上的工作 就做到九點多鐘 跟著跟義工喝杯茶 去酒樓喝茶的時候 跟居民人打招呼 去到十點半左右 又開車去天水圍 就參加他那個天水圍醫院的開幕 正式開幕的直樹節 有醫管局的主席 梁醫生到 醫院的管治委員會主席 黃桂圈 也都是出席 致辭之後 跟當區的那些 地區的領袖 建築處的那些 負責建築項目的頭頭 一起去做這個直樹 我覺得這件是好事的 當然我會鼓勵做好些 因為現在這350張病床的醫院 病床的使用率 只有幾十張 大部份都是講治理慢性 長期病患者洗腎 其他300多張的床 還未啟動 我覺得這個就很浪費 原因是為什麼這樣 人受不足 所以導致醫院有醫院躺在那裡 人有人又躺在另一處 變成有床就睡不到 很希望就會跟HA加強反應 要他們去招聘海外的醫生 那方面來說 就要加快步伐 還有有些人不要那麼秋情 他是醫生的時候 你會知道他會不會講普通話 或者是廣東話 或者他來到的時候 會不會講英文都不重要的 是不是 有時候內地的醫生 他未必一定要講英文的 你請到醫生回來 最重要是他有專業的水平 他有行醫的經驗 在醫院也好 做好工作的有紀錄可尋 那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這個植樹節 萬有意思 起碼現在要推動醫療事業方面 那方面來說 那個服務一定要有長足的發展 才可以為我們區內的居民服務 如果不然就令人失望 說實話總監楊醫生 他都很勤力的 他不單止看博外醫院 他也看了現在這一間新的醫院 所以他一個總監跑兩間醫院 都挺費勁的 但是他是一個能者 也是很有服務精神的 一個醫院總監 應該說是醫院的總監 我看到那個團隊 他們都很積極的 不是說今天錢彩的問題 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他那些人的工作 他有一種服務的精神 不會死亡沉沉 應該OK的了 但是畢竟要加快這個醫院 希望他盡快可以全面投入服務 聽說今天的報導 就說3月21號 他們會由現時的8小時 醫院急症室的時間 增加到12小時 即是早上8點 至晚上8點 起碼都可以為 當區的居民 給予一點支援 是一件好事 做完這個工作之後 我當然是趕快 趕快回來 就和律政司司長吃飯 這個Party很小的 有我和Jimmy五 議員 最重要是他自己是腰骨夠直 即是人家 相差就是人家的事 那些傢伙也都是靠話口來去批評人容易 但是既然已經是捱了這麼久了 一定要努力這樣去為眾服務 這個才是最重要 我就和他反映就是 我們的那個電子系統 和網上提供法律服務方面 這兩範疇 是太過落後了 但是我相信 未來18個月裏面 就是通過電子平台提供法律的那個服務 是會有長足的發展 也有可以說叫做變天 因為內地那裏都已經是做得這麼成功的話 香港還是抱殘首決 這個是不行的 所以就通過電子平台 Internet WhatsApp等等 這些模式下面提供法律服務 這個是一個大勢所趨 講一下之間 師長也都回應 我們那個Document Filing System 用電子上傳文件做歸檔等等 那個安排實際是不堪入目 在我們的司法部門來說 曾經在2007年左右 2008年差不多每個人 已經有一張Digital Certificate Personal Digital Certificate 就是說個人的那個數碼的認證 我們來方便哪個律師哪個人 就把那些文件可以上傳 上去這個法庭裏面做文件的傳遞 但是突然之間做好這些基建 一聲就叫停 到目前來說已經過了十年 以前當時主理這個系統的Anthony Rogers法官 都已經退休了 現在就完全是很大 大度後 比起新加坡 比起其他地方來講 師長也有感而發 就說 十幾年前 我做那些仲裁的時候 人家美國那些已經一早 不是十幾年前 二十年前 那些文件已經做好掃描上去 大家是中央提取文件 然後去處理案件 所以那個很先進 我說 是的 師長 既然你在這個工作方面來講 看到別人這麼優秀 和這麼先進的東西 現在你貴為師長 看到我們香港這麼落後 這方面應該要做事了 他就說 如果我要做的時候 你知不支持 我何止不支持 何止支持 簡直是大力舉腳 贊成 和身體力行 是不是 講到這裏 就應該要怎樣 將我們的法律服務 是要做得更加好 因為需求越來越大 但是我們仍然都是 走一條 用一條Modem的線 來提供互聯網絡 你說死不死硬 死硬 是不是 但是 你現在 最重要的是 你現在是知此近乎勇 知道自己這一方面 大墮後 應該要 滴起心肝 捲起三袖 下手下腳 去做好他 如果他在律政處那裏先行 走出第一步 然後再協助這個司法部門 將他的系統更新 那就對了 那就做得好 這件事不是跟我較早前 在AJLS panel 即是這個 法律和司法 司法和法律服務委員會那裏 我提出 應該要將我們的法庭的審訊 要公開 令到香港人 大家去參與 和去看到審訊的過程 這是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 今天和司長談的時候 不僅是說 我們應該要怎樣去 法律服務要 要平靚靚 快 而準 高效到位 自己的政府部門裏面 也應該要怎樣去 更加要現代化 如果自己不是坐那個位 沒有這個權 就由自可 大直講什麼都可以 但是既然現在坐到那個位的時候 就是一個絕大的機遇 可以當機立斷助言起行做好些事情 所以我們在中午和司長談 談得很開心 談得很久 Jimie和我說 差不多是時候了 我們又要起鬧 去哪裏呢 去西九那邊 看我們的高鐵 說這個 和六個月之前 我們八月份去參觀 和現在二月 事別半年 刮目相看 整個站已經成形了 這次有兩個顯著不同 當然在那個工程方面 已經是整個可以說 八八九九了 如無意外 今個禮 今年的第三季 九月中旬 這個站就可以投入服務 可以高鐵 但是我們去到中國 任何地方都方方便便 就是把高鐵的規格 成為我們好像是地鐵的系統 只不過那個復原大很多 那個scale 巨很多 但是那個方便形式 模式 確確實實就是這樣 在內地裏面的高鐵站 他們做到都很先進 給你的感覺就是 後車室到平台 月台 月台 然後登車 是方便 快捷 和簡單 今天我們去看這個高鐵站 它已經的工程 我剛才說已經做到八八九九 然後 從平面地面進去的時候 你不覺得有什麼驚豔 但是到Basement One 那裏是售票處 大堂 就很得體 那個感覺 都很現代化 因為Basement One 就賣票 也是服務處 和服務中心 買了票之後 你就要通過那個 escalator 進入 撕票 即是在溪茶那裏 跟你收票 收票之後 你會坐那個escalator 即是那個行人扶手電梯 就到地牢B2那裏 就是這一層 就是離境 會經過香港人 這個入境處 搞離境手續 也都會過關 安全 海關那裏 過完之後 還要走一條走廊 走廊是很闊的 就是半大堂形式的走廊設計 走到中段的時候 有一條分界線就是 離開香港口岸 進入了內地的口岸 內地口岸之後 進入到 風格大家一樣 只不過是桌面的設計 即是那些 它有些 guard post 即是那些 警站 警方那些 是內地的風格 在那裏 就是已經是內地的口岸 你進去的時候 一定要搞 第一件事就是要入境 是不是 入境那裏 有十幾部電子的檢查 關口 即是那個 counter位 過完那個之後 海關 又清關 清完關之後 就會進入去 這個後車的大堂 那個後車大堂就是 後車大堂很開揚的 因為它由天台 天面那裏 天面那裏 就透光的 直達下去 Basement 2 所以整個大堂都很漂亮 從外面看下去 一個好像 小小攬核的設計 長得來 是一個拱形的攬球 或者攬核的形態 視覺效果不錯的 當然我一路看的時候 都參觀的時候 都會留意我們泛民的 議員的反應是怎樣 他們一路看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大的批評 當然了 陳淑莊就 就是會在 周不時就會搶風頭 要問 哎呀這裏是什麽 頭裏面應該說那些什麽 在那裏 一定是他的聲音 一出聲的時候 一名驚人 最初我見到 港鐵的員工都很用心去招呼他 後來覺得 是不是啊大佬 不用那麽多 尖銳性的問題 實際上那些都不是 有什麽特別的事情 只不過是 感覺不是那麽爽 因為整隊人 幾十人 你問這樣問那樣 卡住 他曾經也說 我們來到不是直行直過的 我們要研究視察 一定問很多問題的 最初你這樣說 別人尊重你了 好 線路真的很煩惶 第二次停了 那 講回Basement 2那裏 後車間 那裏 那裏 幾好 那裏 如果登車的話 再下多一層 就是B3 那裏有十幾二十條線 好像是這樣 我看圖 十幾條線 那個平台就不是很闊 窄窄的 我都嫌他有多少窄 但是那裏就是登車 登車的地方 也是這樣離境的 車輛開發 就朝著內地去 同樣那班車 如果到了的時候 我們逆向 要上去大堂 從扶手電梯 上去escalator 一上去 就是B1 B2 在那裏搞 清關 然後再去 B1 上去地面 整個過程是很好 我又留意到 泛民同事裏面 除了陳淑莊 那些間不中有些 傑斯底里的問題要問的之外 去到我們那個叫做 分野線 就是香港的口岸 和來地口岸那裏 在那裏 唯有死雞就撐飯蓋 九條人 就做他們自己的那些 monkey business 在那裏做示威 拿著張紙 一地兩檢 基本法 不適用 諸如此類的那些 實際上 去到那裏是在吸引眼睛 實際上也沒有什麽真正的效果 那現在我們實際上也要做的就是 一地兩檢 這個條例盡快在五月左右要通過 實際上我一定的支持 這次 似乎好像在吹著我要結束的節目 因為明天一早又要起床 現在接近十二點鐘 整個考察 視察都是很平順 也都是 令人感覺到很振奮 因為那個站 終於我們花這麼多錢 現在都已經是 所以我們會陸陸陸陸陸陸完成 在這段期間裏面 我們只有期望一切正常 通過法例之後 我們立法會三讀通過這條草案之後 我們就可以 我們可以 這個站就投入服務 為香港人服務 帶到我們哪裏都可以去到 可以說叫做 Door to door service 去到內地的那些景點 或者是自己上班開會做生意的地方 跟著專車就載我們回來 就是參加這個 小數族裔的青年 他們學習中文的情況 簡單和大家匯報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香港 從那個統計數字裏面 由九幾年開始 就是由二零幾多年開始 我忘記了一個數字 那麼 我們的那個 應該首先就是 全香港的小數族裔的人數 算賓妹 諸如此類的那些 外地勞工 有整個五十八萬四千多人 但是香港出生的 這個 小數族裔的人數 已經有八萬一千九百六十四 這些是本土的香港人 香港出生 今天就舉行一個聽證會 聽一下那些年輕的小數族裔他們的心聲 他們二口同聲說一件事 我覺得我自己雖然香港出生 但是我不懂中文 很遺憾 我覺得我自己想學中文 但是沒有一個 有一個很好的計劃給我 我想學中文 但是那些老師的資質又一般 有一個很好的 當我要參與社區 或者這些融合的工作的時候 往往又好像被人拒之於門外 這些是他們的共同心聲 但是不要忘記 今天的聽證會裏面有幾十人來 第二個section我特別用心聽 第一個section我邊聽 邊做其他事情 第二個section那裏有成十九位的 小數族裔的年輕的學生 現在已經在讀香港大學 科技大學 嶺南 等等 那裏十九名當中 已經有十至十一名大學生 他們二口同聲說這件事 覺得很失望 因為在政策方面來說 為什麼不讓他們可以融入呢 因為現在不懂中文的時候 沒得做事 但是要讀中文的時候 那些課程又好像 沒有什麼系統 令他們沒有辦法 可以掌握得到 那個中文的水平 達不到標 這個就是他們提出來的問題 這個就是今天的聽證裏面 聽到的事實 一方面的事實 另外那個事實是什麼呢 政府投入的資源 已經有八億元 在每間學校裏面 希望也都是分散我們那些族裔 小數族裔去到不同的地方 不用說高集中 就是自己人 變成你學那個語言 就 好了 快點講完它了 因為已經斷了四次線了 這些海外 這些小數族裔的年輕人 他們說很想學高心丁 但是現在眼學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課程 還有那些 CG方面 都不是那麼理想 那究竟怎麼辦 再加上現在 是複雜了的情況 就是 粵語方面的拼音 還有發音 跟這個普通話不同 那在學校裏面 學普通話 出來的時候 那粵語是怎樣 中文又如何呢 就是減體和繁體的問題 但是我就 聽完之後 我就希望有一件事 就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既然香港政府也都每年 放很多錢在這裏 也都有一個八億元的那個 那個計劃 用來將少數族裔融入這個社區 那應該要怎樣做得好些呢 那另一方面就是政府也都說 我們有那個叫做階段性的學習計劃 看得到每個人的進度去到哪裏 有八個階段慢慢提升的 那但是這些東西 自己又自己打了出來的時候 在現實的那個執行方面說 是不達標 而且這些同學也都不知道是怎樣做 那既然今天已經坐在那裏 有十幾位的這些學生 各個又讀香港大學 中大 領南 科大等等 那我就和政府那邊說 既然我們推動這些計劃 這一批年輕的少數族裔的同學 就已經可以做導師了 是不是 我們train the trainer 那他中文 粵語 廣東話那些都行 寫的有一個更讀得 好討厭啊 已經第二次斷線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我要和大家說聲拜拜了 那個畫面認真差 今晚的畫面又較蒙 為什麽會蒙啊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手印在這裏 等一會兒 OK OK 好 是不是會好些呢 OK 看看我們的粉絲有什麽說 這就是家長的配合 是不是 這個是真的 Hundi Hui就說 好厲害 好厲害 另外 Nicky Xiao就說 今晚很卡 卡住那個 整天擲著擲著 而且畫面不好 這個也是 那個線路不穩定的情況 黃妹妹就說 好 大家好 絕對支持一地兩檢 方便市民 黃銘 is watching 感方就支持一地兩檢 Nicky Xiao就說 叫張議員教中文 好啊 沒問題 要找他教 灼嫂也有份看 另外就是 許換D 就是垃圾 陳柳波 收檔廢柴用材 都不是的 看看他講什麽 叫陳柳波收檔 就白馬馬就這樣說 賀律師你好 這個就是張音這樣說 最好叫陳柳波派錢 當然有人這樣看法 葉基說 今晚的信號很差 我也是這樣說 好好晚上好 譚紹輝說 賀律師大家好 Justin now說 我有看這個直播 身為香港人 真的 我也等到眼分了 為什麽 因為那個線路 今天特別是多干擾 沒有辦法 早些要完成了他 白馬馬說 犯文提出的問題 真的不是低字 就是弱字的了 Lisa 今晚 賀律師好像很疲倦 保重 昨晚我三點多鐘才睡 今早早起床 站街站 今晚又做到12點鐘 那這樣灑灑炒 沖個涼 滾水綠腳 便去睡覺 明早八點半 亦都開這個橫周的會 亦都有很大的工作要辦 沒錯 明天還要去姚教授出殯 我也會去最後致敬 這位是我們的很好的長者 也是國保國師級 他始終年紀大 離我們而去 明天就會去谷局工 所以很多工作要辦 又拜年也有會要做 也有些文章要寫 有些文章我也是在文會報道出的 如果有興趣不妨看一下 我也會把這些文件轉到不同的blog 方便大家可以看到 對青年的工作 對我們的法規和政治方面 我都會在那裏